隐藏款蝴蝶酥 皮匠用这对小情侣隐藏款 祝大家栖息节快乐 不管有没有对象 都要像鸭子家族一样 每天都要开心呀 我仿佛听到了他杠铃般的笑声 皮匠又来拆盲盒了 今天我们拆迪士尼官方授权的 首套唐老鸭主题盲盒 来自CQToys和HeroCross 联合出品的唐老鸭高点系列套装 这套的亮点 就是将唐老鸭家族的成员 全部加入其中 在市面上也实属罕见了 喜欢鸭鸭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套 这个盒子也是特别的巨大 我16比9的屏幕都快装不下了 全套是12个基础款 加一个隐藏款 隐藏款是蝴蝶酥 唐老鸭一见到戴斯就变陶心眼了 戴斯也特别的娇羞 真是既甜蜜又可爱的一对 我这12盒依次是从重到轻 最重的这盒前后晃不动 左右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空间比较大 矢高质泡芙塔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袋子 左边装的是娃娃 右边装的是底座 唐老鸭的舅舅矢高质 特别还原剧中的形象 他带着一顶黑色的礼帽 身穿红色的衣服 还带了一个小眼镜 他手里抱了一个泡芙 你以为他吃一个泡芙就够了吗 顾女错了 这有一堆的泡芙 营造的场景就是矢高质 从这个泡芙塔上拿下来一个开吃 底座有点像放在盘子里的甜点垫纸 看这个形状应该能拼成一个大的盘子 第二只前后上下晃动空间比较大 左右小范围晃动 鹿逸甜甜圈 头戴绿帽子 身穿绿衣服的 就是唐老鸭的三个侄子之一 鹿逸啦 调皮的鹿逸钻到了一个甜甜圈里面 真是太可爱了 甜甜圈做的也非常的细致 上面有小糖粒 还被咬了一口 看鹿逸的帽子上还蹭了一点巧克力酱 鹿逸快说 这个甜甜圈是不是被你偷吃了 第三只左右晃不动 前后上下小范围晃动 鸭婆婆圣多诺黑泡芙塔 鸭婆婆就是唐老鸭的奶奶啦 她热衷于厨艺 尤其善于做蛋糕和馅饼 这种造型的泡芙塔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一定特别好吃 鸭婆婆和泡芙塔上有孔味 我们给它插上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 鸭婆婆正在装饰这个泡芙塔 说明这个泡芙塔是鸭婆婆做的呀 好想尝一尝啊 第四只六面都能晃动 终于抽到鸭鸭啦 唐老鸭熔盐巧克力蛋糕 哇你看这个唐老鸭的姿势多可爱啊 感觉它把这个熔盐蛋糕当成泡泡床了 这个熔盐蛋糕做的也是非常的细致 唐老鸭一做 这个浓郁的巧克力酱瞬间流出 哎呦我都饿了 我拆出来这四只 有你最喜欢的吗 或者你最爱吃哪一种糕点呢 一二三四 欢迎把你最喜欢款式的序号 打在评论或者弹幕区 第五只也是六面都能晃动 修衣马卡龙 头戴红色帽子 身穿红色衣服的 就是唐老鸭的第二个侄子 修衣啦 修衣是她阴译过来的名字 也有人管她叫辉尔 马卡龙上和修衣的手上都有孔位 插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啦 调皮的修衣把第一个马卡龙掀开 掏出了里边的草莓酱 这是要偷吃吗 这只前后左右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幅度比较大 哇塞 我抽到了隐藏款蝴蝶酥 我特别喜欢这一对小情侣哈 哎 这不是快七夕节了吗 你俩不会出来撒狗粮了吧 在七夕这日子口 连鸭子都出来撒狗粮了是吗 大家赶快给我扣一波666 祝有对象的甜甜蜜蜜 没有对象的早日脱单 祝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看唐老鸭这桃心眼 一脸的花痴状哈 我们的戴斯也是一如既往的好看 还有长长的睫毛 他这个姿势也是非常的娇羞 看来俩人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他俩举的这个蝴蝶酥 还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连吃个糕点都是爱你的形状 哇真的可以拼成一个小盘子 六盒就可以拼成一个 那端盒12个就可以拼成两盘了 这盒也是前后左右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空间比较大 唐老鸭欧培拉 他神情专注 手里拿着做蛋糕的工具 没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唐老鸭 做起糕点来也是一把好手啊 法国著名糕点欧培拉做得也太诱人了吧 上面还有鸭子唐纳德的签名 看着就好吃 这么一摆感觉我们的唐老鸭瞬间帅气了许多 会做糕点的男人最帅啦 第八只也是前后左右小范围晃动 上下晃动空间比较大 杜威蛋白霜 蓝色帽子 蓝色衣服的就是唐老鸭的第三个侄子 杜威啦 他头上举了一个大大的盘子 盘子上有五坨奶油 这是要给鸭婆婆送过去吗 这四只有你最喜欢的吗 五六七八 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区里告诉我呀 第九只六面都有小范围晃动 代思草莓福莲蛋糕 代思这姿势也太恶娄了吧 怪不得给我们唐老鸭迷的都饭花吃了呢 这个福莲蛋糕上贴了一圈的草莓 上面还有一个大草莓 真的特别逼真 这只前后几乎晃不动 左右上下小范围晃动 圣诞树干蛋糕 葛莱史东是唐老鸭的表哥 他头戴红帽子 身穿绿衣服 满满的圣诞节元素 不得不说他这小发型挺酷的 有点像蛋糕卷 把巧克力蛋糕卷做成树干的样子 就变成树干蛋糕了 看着还挺有食欲的 看这大表哥手拿一片叶子 正在装饰这个树干蛋糕 这鸭子家族还挺有才 每个人都会做蛋糕吗 这只六面都有小范围晃动 戴斯易可雷 这块易可雷糕点 一看就是戴斯做的 因为爱美的戴斯 还在上面放了一朵小花 戴斯双腿盘起 拿出手机 跟自己的劳动成果 来了一个自拍 相信很多女生都会这样做吧 如果你也做了一份满意的糕点 也会拿出手机自拍的话 就在弹幕区打出我也是 最后一只了 究竟是唐老鸭 还是她的妹妹德拉呢 唐老鸭华肤饼 唐老鸭是不是最爱吃华肤饼了呀 看她咬了一大口 露出特别开心的表情 我仿佛听到了她杠铃般的笑声 最后这四只 哪一个是你的最爱呢 9 10 11 12 我们评论或者弹幕区里走起呀 最后皮匠用这对小情侣隐藏款 祝大家栖息节快乐 不管有没有对象 都要像鸭子家族一样 每天都要开心呀 如果你也喜欢这套 唐老鸭糕点系列盲盒 就可以去天猫潮崎旗舰店 或者盲盒大玩家小程序进行购买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多多跟我互动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